歡迎收看Sports Network 我是郭子龍 做單車手心態要技郎扯辣 香港代表無論是老手還是新手都有這份勇氣 在亞洲錦標賽取得歷來最多的綠金、三銀、四銅、十三面獎牌 獎牌榜牌第一 當中黃金寶再贏功勞賽金牌自01年後再一次稱霸亞洲 作為80年代車神現任香港隊領隊洪從任說 亞寶擁有永不放棄的態度是致勝的關鍵 希望這股靜能量能夠感染一班後輩為爭取倫敦奧運入場圈打平 何用生說 在整個過程中我見證住我覺得絕對不是偶然 特別在最後衝線的時候 它有一個驚人的爆發力 這個就是我們整個香港隊見到 都是震奮得來又嚇一驚 為何阿寶可以在後來那一段發揮這麼大的力量出來 阿寶賽頭也跟我說 就是他的心態 就是未去到終點的時候 你是不知道誰贏的 但最重要的就是 他有沒有一個決心去贏這場比賽 港隊分圖出擊 總教練沈甘康帶隊去萊登參加世界盃 洪從任就領軍出戰 馬來西亞的亞洲錦標賽 他說亞寶在公路賽羅第一的背後 看到那群屍體 其實是有地方要改進 當時亞寶他考慮一件事是很清楚的 其實他也是很想讓那些屍體 可以贏到這些賽事 但是他們的屍體 就欠缺一件事就是衝線的爆炸能力 還有三個月就到倫敦奧運 港隊是否派亞寶單天寶自尊 仍然要給點時間去觀察 亞寶他的心態 都是很希望 就是看自己到時候的狀態好不好 和自己條件的能力 如果自己的狀態都不好的話 可能他都不會去 就算教練找他去踩 他都未必會想去用這個席位 反而可能是給一些師弟 港隊要越踩越有 亞寶也認為關鍵在於戰術的轉變 每一個特圍的小組裡面 一定是要有香港隊的成員 以前是香港隊去追別人 現在是別人去追香港隊 在過程中消耗了別人的體能 不是消耗了自己的體能 男子隊在未來兩個月會四出比賽 搶分爭奧運入場圈 紫苑女子隊 紅重音就說 黃穎堯失落亞錦賽功勞賽的冠軍 令港隊要爭這個項目的奧運入場圈 機會又變得渺茫 目前唯有體實在場地單車世界盃倫敦站 獲得一銀一銅的24歲女車神李維斯 踏這些爆炸性的比賽是十多秒 所以掌握技術戰略方面是非常重要 由於比賽經驗越來越豐富 掌握越來越拿捏得好 而且心態越來越強 所以在很多方面的配合底下 我明顯看到兩年前有很大的進步 基本上他現在已經去到世界級的位置 紅重音就認為以李維斯的實力還可以大躍進 無論是搭肩膊的心膠 或是都會搭肩膊的泛泛之膠 認識高尼路的人都會同意這位前香港足球先生 無論是球場外的生活作息 還是球場內的作戰態度 那份紀律堅持和專業都是後輩學習榜樣 對於Chris來說 在他的足球生命當中 2012年的銀牌決賽 肯定帶給他最深刻的回憶 陳希繼0405年之後 再一次高舉高級組銀牌錦標 最高興的莫過於最後一季效力的隊長高尼路 這個冠軍是這位38歲鐵漢 在香港13個球櫃第17個Champion 高佬廣明掛虛之後 返巴西搞清訓 這個決定是無論都不會改變的 剩下的球員生涯要盡力幫陳希衝擊聯賽杯 足總杯和聯賽冠軍 陳希挑戰南華明知整體實力可能差點 教練列卡道決定自取 和少林子鬥銀 米路雲樂域52分鐘接應陸志豪的佛球打破僵局 雖然隔多兩分鐘 比陳偉豪用同一樣的板斧追平 而且還要再過多兩分鐘 因為李恒會超技術集低國健幫 連累神禧10人應戰 不過正如Rambo教練所說 橙三軍贏在有部署 我們的計劃是不會失敗25分鐘 他們會失敗 我們再過25分鐘 他們會失敗 所以我們計劃步步步 而計劃真的實在效果 幸好我們會失敗 我們會失敗 然後我們的隊伍 非常好 神禧在法定90分鐘守得住1比1 守住最後一關的喉宇功勞最大 而且進入家時 橙衣兵團力保不失 有機會進入護射12碼 都是喉宇的功勞 亦承奏他成為決賽MVP 打小國 打小國 我真是很可惜 我們場國原來是靠近一點 對 根本贏不夠 點球大戰的高潮位 是在第二輪 倒戈的基奧雲尼一飛衝天 間接令南華處於不利的位置 神禧就五輪都射入 潘街轟入最後一球 奠定勝局 橙衣軍 互射12碼贏5比3 總分贏6比4 亨利鄭紹偉開心得哭出來 今年希望來到神禧 可以拿冠軍或者做任何事 第一件事已經達成了 自己很開心很激動 所有隊友都很努力去賣命這場球 之前有很多場失球 今天終於贏得到 不懂得說 感覺 總之很開心 搞足球的有心人 想搞好氣氛 有人選擇引入足球寶貝 刺激多些話題 亦都由地區球隊的索性走新方向 希望走出新的血路 究竟搞哪方 何用生去了解過 屯門的未來齊集在主場 謝卓恆兩兄弟踢了屯門青年隊半年 還做中層粉絲 我喜歡屯門這球 他們救全隊合作精神 因為我喜歡足球 我喜歡到想將來做足球 學到團體的合作 不要自我 團體的合作會比較好 精神好一點 這班生力軍 目標都是披上海原部隊的戰衣 踢甲組 之前跟他踢開球 但如果他之後不踢 就很不開心 鄧少堅運動場 武衣櫃是港版地獄球場 出名健鋒一流 打氣就不笑得面對 球隊之前曾經起用足球補貝 不過最近就改變了空針 其實大部分進來之前 我們夾組足球隊的球迷 他們只有一件事 是支持我們團門甲組的球員 並不是因為 有外來的外力因素 有因來吸引他們 所以我們才不會再用這個寶寶 團門的目標 就是要在自己的地頭彈起 我們作為一個地區球隊 吸納多些小朋友 來幫忙打氣 令到我們的球隊 更加地區化 即是我們打氣團隊 因為我們球員 是屯門的長大 有一部份的球員是屯門區長大 另外 亦都是我們的打氣團隊 亦都是由屯門區訓練出來的 我們這樣覺得 是來得比較親切 和有一個家庭的感覺 球會買的攤位會陸續推出 屯門球星的產品 希望加深球迷對球會的認識 第二屆香港100超級馬拉松 內力越野跑 吸引破紀錄來自28個國家及地區 超過750個跑手報名參加 由西貢北潭沖出發 袁麥里浩徑 經萬宜水庫 旺石 海下 北架山 城門水塘 到大武山 扶輪公園做終點 全程100公里 累積攀升高度達到4500米 難度之高挑戰之大 受到國際關注 亦都吸引部分高手中的高手角逐 來自南非 是全球第一個 亦都是唯一一個 完成4個沙漠賽冠軍的Ryan Sanders 是今次香港100的擂台等 結果他以9小時54分鐘率先衝線 登上男子組冠軍寶座 至於女子組方面 香港代表Nora Sand 就以12小時34分鐘得到第一名 去破壞了一段時間 10時間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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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長的 100km 你來不想太近 你不想要太近 所以 我的主要項目 是要結束 到最好的 我能力 有很強烈 真的 很美 天氣 我正在 很棒 當高麗澤決定掛牌 李靖亦計劃兩年後退役 香港要找乒乓媽寶接班人 甚至要在女子隊找一些有潛質的身血 重點培養 就要從小開始 這項少年乒乓球賽 就為小三至小六的小朋友 提供一個平台切磋球技 賽事舉行到第二屆 男女子組四個組別 加上親子組 總共有256個建議參與 而兩位香港乒乓代表謝家俊和黃鎮亭都來 為這班兵壇新希望打氣 如何打球而不失霸氣 在這班幼苗身上可以感受到 幾乎每一班都叫出來 護卓英雄周詠詩分別得到女子AB組冠軍 而男子AB組盟主就落在陳偉希和黃子豐手上 節目結束前 和大家感受一下神希奪得高級組銀牌冠軍喜悅 多謝收看Sports Network 我是郭子龍 拜拜